當人生累積到豐富生活月曆時 所追求的事物都會有所不同 而最想要的當然是擁有一個安穩的家 這一對即將退休的夫婦 平時喜歡留意室內設計潮流 所以他們將對家的想法 和喜歡的風格都告訴設計師 希望在未來的退休生活之中 可以享用舒適和溫暖的品味居所 今次介紹的設計個案 是位於將軍澳的海偏會 品味空間 室內設計團隊以簡潔實用為大前提 為護主打造出型格時尚的退休之家 護主是一對退休的夫婦 喜歡沉食的格調 同時也想單位光亮通透一些 我們設計團隊用了不同的物料 用木色和灰色突出單位的風格 為家居背搭出多重視角效果 客廳以深色基調為主題 用灰鏡作點綴 配以燈槽、射燈和滲光燈 可以加強客廳的光亮度 同時提升室內空間感 客廳區域 我們用橫直線條為主 可以提高單位本身的格調 我們都配置了一盞特色吊燈 豐富了單位裏面的層次感 由於女護主平時喜歡彈琴 希望將鋼琴融入屋企設計之中 所以設計團隊特意在飯廳的位置 劃分了一個鋼琴區域 可以讓女護主享用自己的空間 鋼琴上面的玻璃色櫃連燈槽設計 我們都用了黑色的金屬 去連貫鋼琴的區域 突顯護主的品味個性 在通往睡房的走廊通道 設計團隊設置了一道暗門 進入睡房之間的走廊部分 用TV特色場的物料 令這裡暗門望內好像TV櫃的一部分 可以增加室內的整體性和提升空間感 主人房繼續以黑白灰三色作為主吊 延續住客飯廳橫直線的設計 可以呼應全屋的主體 劃主希望回到房間的時候 好像去了酒店房一樣舒適 我們的設計團隊特意在床坊方面 用了高身的真皮菇筍 配有鋼枝造裝飾 床頭上高再加上燈槽和射燈 塑造出多重的層次感 由於護主平時會用到客房來存放雜物 希望盡量保持房內的鬆動感之餘 又有一定的儲物空間 我們運用了樓底比較高的優點 設置了一個比較窄身的儲物櫃 這個設計伸延到床坊 除了呼應了全屋的設計之外 也拉闊了房內的空間視覺感 字幕志愿者 林宏